海軍陸戰隊操演意外奪走兩條人命 引發各界關注 海軍迅速提出初步調查報告 排除人為機械因素 歸咎於環境因素 也就是海上出現巨變 才導致突擊停翻覆 不過操控州庭的州市阿瑪勒道卡杜 目前仍在搶救中 還無法還原真相 軍方調查結果就埃批 有謝則嫌疑 橋頭地檢署偵辦此案 強調軍方報告不是結案的唯一證據 事發當下兩艘突擊停翻覆時 距離岸邊只有150公尺 十一人順利游回岸上 其餘三名官兵嗆水昏迷 但現場明明有介護艇在旁待命 卻沒能及時救援 且昏迷的兩人直到近半小時後 才被岸上人員救起 另外海軍的主控艦中平軍艦 在事發前八點四十分觀測到演習海域瞬間涌浪變大 但軍方維持既定規劃 將突擊停放下水 都引起外界質疑 軍方再三否認突擊停有發生碰撞 士官兵的防護裝備也是正常沒問題 對於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吳一農痛批 國軍訓練多為表演需求 且每年最大型的表演就屬漢光演習 引發了軍方不滿 回唱漢光演習經過缺密規劃評估 秉持仗在哪裡打 訓就在哪裡的原則 驗證國軍整體戰力 對於外界輿論傷害國軍的努力成果 表達嚴正抗議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